英文講不好怎麼辦 沒關係 這個很好用 這是大概三年前的車載系統 那是安卓機 原本是7吋的螢幕 那我們把它改成10吋 那改裝完以後 他多了很多功能 比如說 他不能看影片 開車不能怎樣不能怎樣 現在就把整合一台平板 就整合到你的 整合到你的什麼 你的 車載系統 這車載系統怎麼用 你不會英文沒關係 也不用按聲控 就有如剛剛 剛剛的展示給各位看 你看沒有按聲控 OK Google 他就跳到什麼 跳到他那個 這個界面裡面 就是變成說 我們在開車過程當中 可能沒辦法去觸碰螢幕 然後就透過OK Google 去做我們想要的設定 接下來我們就去演示說 這台車機 他原本是7吋7吋的螢幕 什麼功能都幾乎沒有 只有什麼carplay 藍牙 導航 導航 我們就把它改成anjoy 安卓機系統 我們看一下這個系統的規格 系統規格 在這裡 我們看一下系統規格 他就是標標標準準的一台平板已經安裝在你的 車機 這台車機 它是那個 行號是SP9853 的行號 大概三年前的產品 記憶體大概只有4G 儲存空間有64G 規格大概是這樣子 採用的是應該是 看一下 應該是4.4.83 簡單來講 大概三年前的那個 智慧型手機平板的規格 那我們測試一下 上次我們有在 Vovo Vovo那邊 去測試他的Google的 功能 他是 必須要登入 然後才能那個 這邊可以顯示圖字 這個沒有 所以說我們就怎樣去演繹 你看 先比如說我們開出門了 然後忘記按設定了 然後你也不用開啟語音 就開始 繼續我們上次的環節 你英文不好沒關係 他可以說中文 OKGoogle 我想吃牛排 他就 把一些牛排那個 然後我們再去點選 另外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OKGoogle 播放劉德華的天意 OKGoogle 韭菜新手如何交易 有沒有 就直接把我們頻道的那個 展示出來 OKGoogle OKGoogle 導航到公司 有沒有 就進入導航的畫面了 然後再點選圖字 再去走 OKGoogle 播放 郭富城的 我是不是該安靜的走開 OK OK OKGoogle 台北股市 今天收盤多少 OKGoogle 就會出現他的成交啦 金額啦 走勢啦 OKGoogle 那 就把一些即時盤的數字全部展現出來 就把一些即時盤的數字全部展現出來 OKGoogle OKGoogle 今天的财经新闻 OK Google 开启YouTube播放 OK Google 开启YouTube播放韭菜新手如何交易 OK Google 播放韭菜新手如何交易的影片 好那以上就是安卓机 它简单的开箱 OK Google OK Google 播放刘德华的音乐 马上透过YouTube Music播放 太多放不下的 太多想得到的 OK Google 播放刘德华的天意 OK 立刻透过YouTube Music播放刘德华的天意 OK Google 我想说英文 OK Google 我想吃牛排的英文要怎么说 I wanted to eat steak OK Google 导航到台北101 OK Google 导航到屏東墾丁 OK Google 导航到大陆北京 OK Google 导航到美国加州 OK Google 开启美国加州的地图 OK Google 搜寻有关奥利给的影片 OK Google 搜寻CRV的影片 OK Google 搜寻电动车概念股的股票 OK Google OK Google 好 因为前几天我去试试一些电动车 看到电动车 它上面的规格 那一一 对于我是一个重度3C使用者的人来讲的话 那个7寸跟9寸是说真的是 因为三年前就已经有10寸以上的产品 你看那个特斯拉都15寸了 对啊这个三年前的产品 对不对 你现在新上市的产品居然 萤幕就比较小 然后功能也全部被锁起来 如果说你想改装的话 就可以这样去改 你看它这个改多了一个这个 这个细缝 因为它那个本来是 本来是没有那个 不知道这各位亲友这样看不看的到 这个细缝有个好事 假设说你在讲电话 或是说你在讲手机 你就怎样可以把手机放这里 让手机比较不会过热吹冷器 就等一个手机的支架放在这边 我这样放 等于说多了一个置物空间 简单分享给各位亲友 Enjoy车机 缺点就是说它没有办法什么 没有办法分割啦 像这么大的画面 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有在看古药的 就是可以那个系统把它分割 分割什么 分割这边一个画面 这边一个画面 这个有点可惜 要不然是它的功能还是蛮健全的 分享给各位亲友 再也就是说 它那个 它那个 必须通过手机开启WiFi 比如说你就哪里是没有在用手机 去开启它的WiFi功能 传送给这一台车机 这是它的缺点 要不然说像有的车机应该可以内建信卡 下次我再安装的话 可能就会去采购那种有内建信卡的 那可能会比较方便 甚至做一些远端的遥控 好谢谢 类似这样 将导航的手机放在那个 它那个凹槽里面 然后呢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手机不会过热 还可以边充电 边帮手机吹冷气做降温的业务行为 那以上就是它凹槽功能设计的开箱跟介绍 那现在来开箱辅助驾驶系统 通常在市区都会什么设定 设定那个60 R60尾期修正跟那个车道至终 定数就有大概60 R60设定好以后 几乎是不用踩油门 就像这样市区让它自己去开 那我就要做辅助的功能 尽量让它放着放着 让它有感觉到说 诶 驾驶者有在开车 那就会继续用它的导航功能 那么等一下 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它应该怎么样去善用这个 辅助驾驶的Driver的功能 那方面上我们看到的是 60 60现在要上高速公路了 上高速公路的话 建议设定在110或120 等一下分享一下怎么设定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左手的镜头换右手 像这样 然后把你的手放在这个键 这个set键 等一下测试一下 这个Level 1 第一代西梅 2018年 它的一些辅助驾驶的功能 那你有这样设定 比如说你在偏离车道的时候 虽然目前没有办法让你拉回来 但是有时候你在压到白线的时候 它会卡卡卡卡卡的 这个手就抖一抖的 帮你提醒说 你好像要越线了 提升 提升我们什么样去安全驾驶的品质 好 那我们现在上高速公路了 上高速公路的话 我都会把这个set键 这样往上压 压这个set 把它压到多少 大概120公里左右 然后再开始 再回到直线 你看它现在是在检视提醒 然后它在开的过程当中 它怎么样才会感到 那个车道至中的模式 就是必须 必须时速达70公里以上 就如同画面 你现在看到 达70公里以上 它又怎样 开始车道至中 然后就辅助驾驶 这时候呢 它可以放松我们驾驶者的 那个什么 你只要手这样扶着 让它有个重力的感受 它就可以这样 整个帮你辅助驾驶的 开出去 然后呢 我还要去买一个 夹 夹手 不是夹手 那是重力辅助系统 就是说万一 当我们手忘记 忘记 有时候 在忙 手会忘记靠 然后你像这样 给方向盘 一点点的重力 它就会怎样 一样是稳稳的 帮你辅助在 辅助在整个车道上 那不是说 叫你释放双手 是说万一 你的手 像有时候你的手在忙 尤其是说像这种 高速公路直线的时候 它就可以怎样 帮你 稳住 整个车道维持的惯性 要不然你大概 过个大概5秒以后 它就会提醒功能 提醒说 诶 驾驶你应该 应该要 抓住方向盘 要不然会怎样 它就开始 失去车道直中的功能 那以上是CRV5代 简单的开箱 还有Enjoy改机 的应用功能 以及使用 那简单分享到这边 各位想看 完全是没有踩踏油满 但是呢 就会跟着前车的速度 那以车格设定的话 我都会建议 可能你可以距离设长一点 长短距离 就从这边去做设定 比如说我现在设定的模式 是一格 120公里 它就跟着前车 就大概这么举 那如果说 当前车不在的时候 它就会维持多少 维持时速大概120公里的速度 往前 往前 往前开 就會定速在120公里左右 那如果没有的话 像这样 就会保持一定的车距 前车90它就是开90 那如果说变换车道以后 会发生什么事 我示范给各位 请留看 变换车道的时候像这样 方向灯打好 你给它转出去 有没有 它就开始 开始这样 开始加速 整个加速往上 它的加速就是 因为是1.5波轮的油车 它的加速就是 比较线性 没有电动车那么快 那为什么这两天 我想去看电动车 是因为说 第一个 第一个 因为奧迪给在车上 代速的时间还蛮多的 所以说 所以说就 就怎样 就想换一个那个 代速 比较不会打扰到别人 或是说 改天去录音去录音 它会比较方便 你看像这样 前车 前车有卡进来 它就会跟着前车的速度 降到90 那如果等一下 前面没有车 它就会线性的加速 去跟 跟那个一格的距离 跟到那个前面那台火车 这个CRV 有180码的1.5波轮的马力 那等一下我们来测试说 它在超车的时候 它马力的贴背感跟速度 虽然没有弹跳的感觉 但是 力道也还是不错 那我们来测试看看 哪有机会我们来测试看看 台湖的交易为例子 通常交易时间大概是 早上8点开盘 下午2点收盘 应该要6小时以上 为何要3小时 这边 会给大家一个建议 这边是它的音量键 它是触摸式的 可以触上触下 然后这是画面的选择键 你一按呢 就有画面的选择上下左右的功能 比如说上一步下一步 那它中间是它的Enter键 那这是返回键 返回什么 返回到萤幕 比如说你想看什么频道 像这样 还有上下选择键 但是生存在一个 充满三喜语音时代的那个 我们不用那么麻烦 这些按键是预备用的 假设你不习惯 不习惯用语音声控的 你就去用这个按键 然后呢 为什么要买这种车 因为它 以倒立这五年以来的使用性的 我觉得说它很安全 安全什么来 你看喔 它下面有那个什么防撞 还有什么 什么一些 辅助驾驶的车道至中 这些功能 你如果说有全部开启 你就会得到一个很安全 很安全 真的很安全 我用了 从它2018年到现在 2023年 使用了大概五年 真的是 让我避免掉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 像这样set设定好 你就稳稳的怎样 就用一个不用踩油门 也不用踩刹车 很舒服的在高速公路做什么样 做像这样子 直线行驶的加速 也 也不太 不用太害怕 遇到什么突发状况 比如说有车子捡进来 它也会适度的 就会接近 接近我们人体工学的模式 适度的帮你线性 慢慢的刹车 所以说买这种车不是说怎样 而是说多一个安全 安全的辅助系统 纵使 纵使你不去用ACC 你把主动安全的 被动安全的功能全部打开的话 在万一突发事件的紧急状况 你都还可以规避掉一些 一些开车上的风险 然后这种ACC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以前我们开车视线 可能只有这样 自从我们用了ACC以后 我们视线 有时候可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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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都是 对不对 你的画面可能 看看风景也好 不小心 你看到什么喜欢看的东西 你就可以这样 视线左右移 大家都会安全的帮你把关 像现在回到市区 奥迪鱼就习惯 将定速设为什么 设为60 像这样把SET键 重新做一个设定 他设定好以后 他就会60前进 然后赶车到前车 白鱼就是他有赶车到前车 就帮你 帮你踩刹车 等一下你只要再按一下SET键 或是轻踩 轻踩一下油门 整台车就会 慢慢的把你带前进 因为是第一代的系统 所以他必须这样去做设定 那我听说有的系统已经改成怎样 改成就是说前车动 他只要赶车到 找到前车像这样 然后前车动的话 他就会跟着动 跟做开车的功能 那因为我们是第一代嘛 早买早享受嘛 所以说有 有他的那个 我们就跟着 跟着第一代的步伐走 那再来就是说 介绍这台车的油 说真的还是蛮漂亮的 怎么漂亮 反而我分享给各位亲友听 在2018年以前 那个车子的 像这种乡型车 货车 小货车 或是小休旅 它的车重呢 是大概 2000多公斤 通常它的续航里程 都大概是 每公升 都大概是在 八到 八公里上下 平均 市区大概五公里 那时候 那时候 这台车 它的油耗数据 就已经有十公里以上 你看我这一趟 这一趟 这一趟 Energy-A段的那个里程 已经来到12.2公里 所以油耗数据 在当时 是蛮省油的 当然现在已经可以到 20 30甚至40 但是科技 科技的结构 跟不一样嘛 那以当时来讲的话 就真的是 还蛮优秀的一台车 难怪说 它那个 二手啊 还是说 它中国市场刚才 还真的是 卖得蛮不错的 像这样四驱 奥利吉 就会给它订在哪里 订在60 有改运到前车 就让它自己去做什么 做油门 油门跟刹车的刹台 有没有 哇 这样你再开 就会比较轻松 哇 真的会轻松许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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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区 也是一格的 间隔距离 在市区 就可以这样子很轻松 轻松切移的去驾驶 只要握好你的方向盘 看直线的道路 一般是建议直线道路使用 你要左转右转不建议 因为毕竟是Level 1 Level 1就大概只有直线 直线的跟车定速 踩踏油门这样而已 还没有到转弯功能 哇 像这种直线的路 你就可以 画面就可以这样看 或是说这样看 去看一些 有没有什么样的风景 好看的地方 哇 KIA KIA的电动车 哇 漂亮 这个现行真的是很漂亮 各位请有看一下 有机会 我们下来我们下来 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我们下来 在那里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简单来介绍一下这台车的配件 奥利Gate有改装什么 来 第一个萤幕 第二个辅助驾驶的手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 这是手机支架 这还蛮方便用的 怎么样用 你看一般的手机 这样上去下来夹着 你就可以这样 直转 左转 右转 上转 下转 这个还不错 再来就是这个包包套 它就是直接夹在上面 让你夹笔 夹什么都可以夹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 再来就是 然后就是这个插缝的收纳盒 你看 把它可以插笔 插那个 多USB 奥利Gate也是一个3C重度的使用者 再来就是说 我有去买那个 一样 它这本来是镂空的 它变成这样子 它也可以插一些有的没有的 反正就增加收纳功能 再来就是这个遮光电 这个有个好处就是 第一个可以 有一个那个 让它防尘落成 或者说 有些让它冷气 比较 比较 不会直接铺设到太阳 顺便可以降温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它的原厂配件 原厂配件就是这个 它这有眼镜盒 眼镜盒放这边 然后直接盖起来 再来就是它的LED灯 跟传统的卤素灯比较一样 不一样 就是说它这个开很久 这样点选开起 都不会怎样 都不会有热热的 它也蛮省电的 再来就是天窗 那天窗来讲的话 然后这边有几个按键 这个就是天窗 它就这样子 一键 一键 一键就怎样 就全部打开 全充 然后第二个按键 再按 就这样 就全部 全检视天窗 整个开出来 小朋友喜欢怎样的 就来这边探头探老 这个新鲜 就是这个新鲜 一键 这么终 那这个新鲜 这样子